歡迎繼續回到新北論壇的節目現場 那麼在上一段我們聽議員這樣子講 其實少年國教它的確還是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所以很多的一個家長都會來擔憂 尤其他剛剛也提到了 當一個學校裡面存在的所謂PR值99 以及到75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孩子的時候 老師要怎麼樣來教學校的怎麼樣來做一個適性的一個輔導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請我們黃校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也知道說可能上了高中之後 他其實很多的教學方式是跟國中不一樣了 他必須未來的一個出入或未來的一個升學 去做其他不一樣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可能在整個一個教學上 甚至教學現場他都必須要去做一個改變 可是當你遇到一個真的是很會念書的 跟一個普通會念書的孩子混在一起 都在同一班上課的時候 請問老師怎麼樣來幫助這些孩子 是的 主任跟議員剛才所關心 這個是在教學現場上 的確確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不過就我們真正在學校教育的現場來說 我們現在很多學校幾乎九成以上的學校 都是已經這種常態編班跟差異化教學 真正會有一些比較可能需要去特別留意的 剛才議員跟主任所提到了 那可能就是現階段 前三資源或是前面幾個資源的學校 因為過去這幾個學校在國中機車的年代 他們的最高分跟最低分大概只差差不多兩分 一到五分左右 那這個數值是很整齊的 可是如果像一般的社區高中 其實這種差異化的現象早就存在了 比如像明德高中 明德高中最高分 國中機車可以397分 也是在前三資源的學校 可是我們的最低分 也有330分 320幾分的 所以這個差異本來就是很大 這個現象在一般的社區高中 本來就存在了 所以這種差異化的教學 應該是難不倒我們這些社區高中 可是有一些過去可能是學生進去的數值是比較整齊的 那當然過去的老師可能沒有面對這樣的情境 那我們教育部其實也有已經開始 已經今年開始就在實施 所謂的老師差異化教學的一些專業精修 我們在預估 在今年的102年的10月底前 所有的國中跟高中 那麼60%的老師要受這樣的一個 差異化教學的這樣的一個研習進修 那麼在103年7月以前 也就是明年12年國教實施之前 全部百分之百的老師 都要進去這個差異化教學的現場 一定要能夠做這樣的一個成長 那我們提到國中為什麼過去常在邊班 為什麼還是要在老師在做這方面訓練 那其實我們因為國中過去也有一些 所謂的比較明星式的國中 像一些所謂跟他瞭解的私立的國中 剛才那個議員跟主任也提到說 很多家長要把一些孩子送到 比較明星化的這個私立國中 那這些國中過去也是蠻整齊的啦 但是未來12年國家免失助學 如果一起進行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差異化的現場也會增加 那這一方面的老師也應該去了解 面對這樣的孩子 我們需要是成就每一位孩子嘛 那既然要成就每一個孩子 那就不應該放棄這個孩子 那我在想這會不會就是私校跟公校的不同 因為如果以公校來講 他不能放棄每個孩子 可是以私校來講 我今天要收的其實就是成績好的 甚至可能就是要有錢的孩子 就是他可能從家裡得到的資源是比較多的 所以公校不能放棄 但是私校他是可以做選擇的 所以為什麼說私校以後的辦學品質 可能會越來越好 這也是有原因的嘛 因為可能他收的這些學生 可能數值也越來越好了對不對 這個倒是我可能要替私立學校要說句話啦 我想我們知道大概剛才也提到說 會不會十二年國教有很多家長 都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 其實孩子跟家長會選擇私立學校 這個不是壞事耶 這個不是壞事 十二年國教的目的 他就是就進入學嘛 那就進入學以剛才一言的那個資料顯示 我們就級別區來講 你要就進入學不能放 不能沒有私立學校 我們希望私立學校也能夠提供一個好的教學品質 讓家長學生願意選擇 那部裡面跟教育的立場來講 不是只有少數級首私立學校 應該是幾乎或者是絕大部分的私立學校 都應該要品質要提升 讓學生跟家長都來選擇 所以一般的觀念 剛才我們也提到說 是不是十二年國教那個家長跟學生會往私立學校跑 其實我們說來也並不壞事 第二個會大部分往這樣的一個觀念的想法 大概不外乎有三個想法 就是第一個大家認為 好像十二年國教給私立學校更多的空間 比如說剛才提到說 國中私立學校的國中可以直升高中 其實這個觀念也不見得正確 因為公立學校的完全中學 國中部還是可以升上高中 你現在明德的國中部還是可以 將來也是會安排直升明德的高中部 還是會有不是沒有 第二個大概大家會社會上會去說 市立學校還有一個第二個原因 就是說因為以升學目標 市立學校好像說比較加強這個升學的輔導 不過這個是涉及十二年國教價值的問題 我們會實施十二年國教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說 我們過去太重視升學了 但是小孩子的成長學習 跟小孩子的教育一個國家的教育不是只有升學 它是要一個學習力的 我們希望未來的國家是要有競爭力 那我們希望我們未來的國民跟公民也要有競爭力 這個競爭力不是只有升學 而是應該要讓學生在中等學校教育的時候 應該具備一些學習力 這個學習力如果依我們過去 那麼這個天下雜誌裡面在2006年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也是所有的教育專家共同承認的學習力 第一個就是他自己本身應該有思考的能力 第二個要有探索的能力 第三個要有統整的能力 第四個要有創造的能力 第五個就是要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五個能力是當時那麼調查 社會上一些人生成功 就是在社會上已經在各行各業都是已經成功的人士 他們就問說你成功的原因你成功的能力是什麼能力 結果綜合起來就是這五項能力 這五項能力從來沒有提到哪一個升學的能力就特別好 所以我們的教育國家的價值是希望我們未來的下一代 在國際的經濟上要有這些能力 那你真正升學他當然也不能偏會 你說公立學校就不重視升學嗎 也不 公立學校也是很重視升學 但是我們需要私立學校在中式升學的這個區塊 其實十二零國家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 也能夠同時給孩子的學習力 第三個現在目前大家會比較相信說 私立學校好像這樣的一個第三個原因就是信心問題 因為對政府十二零國家是不是有信心 包括剛才我個人提到說公立學校是希望能夠給孩子一些學習力 這些經濟的能力是不是真正你公立學校可以給孩子這些能力 所以我在過去幾場跟家長座談宣導的時候 其實家長他們有反應的不外乎這一些 就是說如果要從升學的角度 單從學生的學習就是從升學角度去看 如果只是說他執政的升學看 如果說他的目的就是想辦法就是這個信心 他沒辦法建立之前那當然他就往這方面 那我們現在比較碰到了困難 公立學校碰到的困難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希望說家長能夠了解 我們真正未來這樣一個教育的變革 要給孩子的學習成長是什麼內容 我們應該給孩子拿這些能力 那麼在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們主要去補救 比如說我們公立學校的老師 能不能在學習力的教學能夠給孩子這些能力 那這是我們公立學校老師要共同努力的 那我們當然也期待 市立學校所有的市立學校不僅僅重視升學舞蹈 也能夠重視學習力的一個引導 我在想真的是考試引導教學 你今天如果沒有考試的話 可能小朋友在學習上他可能就會比較放鬆了 沒有一些競爭的一個壓力在 他們其實可以學得很輕鬆 但是學得很輕鬆 學出來的結果怎麼樣 當然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啦 只是說十二年國教的本質 其實就是希望孩子們都能夠可以來快樂學習 但是在過程當中的確家長們擔心的是說 我的孩子每個孩子都希望說 他能夠再適合他的一個學校去做學習 那這個學校應該是個什麼樣子的 是誰來幫他們去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假設說今天我這個學校他的一個學風氣 其實就是比較適合真的是一些很資憂的 就是會念書的人 或者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去念的 那OK 可是如果說當某一個學校 他其實適合一些真的是比較有創造力的孩子 比較可以解決問題能力的孩子 或者是一些比較活潑外上 適合朝體育發展的孩子的話也OK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選擇問題 那你不能把一個說可能不愛念書 可是他運動力很好的 你就是硬說我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去念明星高中 因為那是一個家長的優越感 或者是老師的一個成就感 都希望說我教出來的學生是念建中北藝女的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思想觀念的一個改變 那其實議員剛剛也提到 他其實很擔心的就是說 在這樣子一個目前所擁有的這些教學資源來講 私校的確他必須要進來 但是私校進來之後 對家長的影響是什麼 他們很擔心說 那我如果真的去選擇私校了 請問是不是有額外的一個學費的支出 我相信這是家長能考量到的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般的家長會選擇學校 最主要像現在的高中用計測來做一個分流 然後未來我們12年國家 因為已經把那個PH 把所有的那個高的跟中的都拿在一起 所以他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連在一起的時候 那是不是如何去私信教學 這是一個我們目前為止的最大問題 那很多小朋友當然來講 過去我們小朋友假如說你只會體育 你不會我們有一個體育專長的特色 特色招數 你可以去申請那個有關體育的高中 來做一個申請 你不一定要去參加這個 所以他們本身來講 過去是已經昏流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12年國家實施前的現在 跟實施後的未來 是有什麼一個差異性 對小朋友對家長有什麼幫助 剛才我們的房校長講說 我們未來出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對 其實總規計畫應該叫做解決問題 跟創新的一個能力 那不管他五大能力裡面 到最後他總是要解決問題 再來就是創新來做一個開發的一個工作 那在這方面來講 假如說他今天不管要解決問題還是創新 他必須有一個做基礎 就是知識跟邏輯思考 是做他的一個基礎 那假如說邏輯思考跟知識 這兩個東西 他沒有在高中這個階段 比別人多寫一點 多信念一點 然後他如何去解決問題 我想說我們所有的家長 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都在信念他的一個邏輯思考 跟他的一個知識的一個吸收 那這方面假如說不足的時候 就是說那你今天在高中 你不要讓學長 那我們大家相信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表面上 私立學校按照規定 他應該是常態邊班分組交學 國中應該這樣 實際上也沒有 實際上我想說所有的家長 所有的社會上的一個人士 沒有人相信說私立國中 私立高中他會常態邊班分組交學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們家長到一個私立學校 他會有一個比較安心 就是說我的程度 假如說是P2子是95的 那我去找一個P2子95的一個高中來念 然後我不需要去 不需要說我今天P2子95的 我今天要混在一起 結果班上 我查只有他一個95其他都70幾 那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不會有這種優力啊 所以這種 那我們教育部我們只是在講口號 實際上來講對於我們目前為止的國中 國中現在一個徵險的方式 國中的私立國中徵險的方式 其實到目前為止他們也講了很多理論 實際上有沒有按照規定來 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說 那我們科長是不是回應一下 科長是不是回應一下